我们持戒最重要的就是清净平等旧 有一些人我们见到很多 持戒做得很引尽 但是心不清净 现在傲慢 自以为是 对于那些持不持戒的人 他非常不满 侵蚀别人 甚至毁谤 这个对不对不对 完全错了 你想想看 这经上说戒若流利 你的心不是流利 你的心是这样 里面还有是非人物 表面上做的是像个样子 不是效果没有达到 持戒是达清净心 得定 硬定才开会 你戒持得再好 你心不清净 你傲慢 你侵蚀别人 你就决定不会得定 你决定不会开悟 这什么到底 这个是死在戒条之下 对于经教完全不同 真正原因 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样子 是至今太少 对戒律也不同 对戒律也不同 佛为什么持这条戒 戒律的精神在哪里 持这条戒的好处在什么地方 他们不知道 只是我照做了 实际上真实利益 自利利他都不知道 人不学不知道啊 学是多么重要 对戒律也不同